他叫什么 叶飞 这是他的真名 但是我在你的名单上 没有看到这个名字 估计他用了画面 赫老板留下的名单里 有一个叫叶祥的 不知道是不是他 有这个可能 他会叛变吗 绝对忠诚 有什么特殊的联络方式吗 他有个妹妹 但是这个事情 只有几个同志知道 如果你一旦提起他的妹妹 他就会明白你的身份 不过 不到万不得已 千万不能暴露自己 一方万一 明白 他是我大哥军营里的人 就好办了 老银和阿雷 答应我大哥 二十四小时放人 只要他挺过二十四小时 就能活救 老银和阿雷 他们出来乍到 这次抓了二十几个 可疑分子 忙不过来 你们也帮着真面一下 主任 这是您的意思 还是他们自己的意思 有什么区别吗 于处长 您的意思是不是 如果这不是主任的命令 你就不管帮这忙呢 我听秦特保员的意思 是看不起我 是吗 阿雷和老银向来 对自己自信满满 如果他们来求我帮忙 我肯定会出手相助 如果是主任的意思的话 我怕他们会觉得 主任看不起他们 闹得不团结 这你不用担心 该怎么做就怎么做 是 文勇 对 你有什么建议 我没什么建议 主任让我做什么 我就做什么 他们跟你走得比较近 在南宁人生地屋上的 能帮着就帮衬一下 是 怎么 累了 你不累吗 二十多个人 我们先审 他们再审 我们审完没问题了 他们还要审 不是我抱怨 这不是故意为难我们吗 共党分子狡猾 得多审几遍 万一有漏网之鱼呢 是不是 我这儿 有过漏网之鱼吗 你看 我没那意思 这 事长 那我现在 事长 人带到了新闻室 叫什么 叶祥 是 一旅一团三营四连 那个叶祥 对 接着了 是 但是 你怎么会有 尶费 天翔 我已经盯了很久了 就因为他是一旅的人 我才没有动的 这次老银河阿莱把他抓来了 我怎么能错过这个机会呢 秦特医 要不要陪我去审问一下 好啊 好啊 杀 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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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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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录 草三太 这叶祥是张仪林的得力感觉 没想到嘴也这么笨 特爷 有些不忍心是吗 我只是觉得你们这么折磨人吧 非师非礼 你可没打两小时招了呀 所以要继续打 他能招得更多 再当 他就把家谱都背出来了 钱都找了 就在这通过了吧 余处长 这能算通过吗 这次问询应该是老银和俺来做决定吧 什么意思啊 真拿我们当初审啊 别生气 余处长继续工作 那我们到复审的时候再来 我们到复审就订了 到复审的前后 我们到复审的前后 我们到复审就想了 制服装也是可笑的 不要纹审的 是啊 怎么做 都不到复审的 虽然 DON 不会是你的 你慢了 这人不是我们抓的 来的时候什么都没有 就一人 车长 这算通过了吗 依尘的结果说没有问题 这个夜祥百分之百有问题 我就想知道他们怎么处理结果 二十四小时一到 我们就得放人 要不我去审一下 我们不是要查族长 他一定会想办法救叶祥 怎么 你怕他跑了 怕他跑 他怎么跑的 我怎么给他抓回来 跟着他 我们能查更多的人 比起跟踪 族长可没你厉害 好 喂 潜在 那你过来吧 哎 进来 哎呀 抓了那么多人 这资料都把人看晕了 哟 我还想让你帮我消化消化 你这也那么一大堆啊 都是工作嘛 你要是累了就拿给我 我帮你 谢谢啊 怎么样 有点没目了吗 没有 没有 叶祥 乱看 我就是看看你在看什么资料 这个叶祥有问题吗 当然有问题了 这个叶祥啊 是我在青党运动中查出他的 他为一个扰卖军下 资放高利贷的暗赛官 那这也不像工党看的事吧 就是说呀 那也不能因为这个 就排除他是工党分析的 原来这个叶祥是刚刚探完亲回来的 还跟工党代表是同一艘船回来的 那探亲也就是个缓子了 助旅店还用了化名 那就不奇怪了 肯定值得坏 你一定没看过这个 你看看 这个叶祥啊 原来是广东海军少将陈策的卫士 他卷了陈策小姨子一笔钱 跑到了南鼎 也不知道为什么 就在一旅当上了一个连长 你手中拿的就是陈策小姨子的口供 他这个案子呀是 有偏才 有偏色 你还真神通广大呀 你这口供怎么拿到的 我这查谈特利贷的案子 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就查出这么多了 那这么说 他住旅店用化名也就不奇怪了 是啊 所以我觉得他跟共党分子 做一所关系 有偏偏 那纯属是巧合呀 那你赶快放人啊 好歹她也是你大哥部队里的人 放一个少一个麻烦 我干嘛要做那个好人呢 人又不是我抓回来的 沈案子的又不是阿莱和老英 你瞎哭行的呀 是那个鱼傻蛋 我懂了 叶祥呢是无辜的 但是他现在被打得体无完肤 张云林肯定行事问罪 阿莱跟老幽也逃离不了关系 那你就等着一箭双雕做山关虎斗 对吧 嗯 真没想到呀 你还挺会算计人的 你可得把话说清楚 我没有任何算计人的心思 那说了 凭叶祥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该说的不是罪 这点我也懂 但是吧 我有一点特别不明白 这事儿如我搞砸了 老英跟阿莱都不好过 那你们以前是零二四小组的人 你怎么不出手帮一把呢 我这是帮礼不帮亲 说他们刚来就乱抓人 给郑州人添多大麻烦 看一瘦点儿哭 我跟你一样 喜欢看戏 走了 再见 是啊 你找吧 把那个夜想放了 为什么 别问那么多了 我说放了 但是老颜丫来说人不能放 放了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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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放了 好 你放了 放了 也许放了 你放了就放了 还有 你看看的 别放了 你别放了 people 我看什么 就要我放了 这 陪他找件赶紧衣服 找赶紧衣服去 你安全了 俊兄 咱们把叶翔放了 我查过了 它没有问题 没问题也不能放人啊 万一老杨阿来要再神怎么办呢 如果经得起我的行讯 还不开口的话 那他就是无辜的 有人想要人的话 让他们跟我要 我觉得啊 这事是这样 人是他们抓回来的 你好来不及得 跟他们说一声 特派元 我明白你的意思 你们三个过去 在一起并肩作战 很有默契 你想帮他们 但我劝你一句 别因我上身 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你应该明白 你让我放定 叶翔我没有放 他还有东西没有拿 准我们调查 叶翔 无疑是共党 他刚刚从香港 带回来共党的重要资料 我们抓他的时候 他刚刚回家 应该来不及藏起这些 重要的文件 我们去他家里也搜过了 也没有搜出任何结果 你还没放在一起 他带走的东西 他带走的东西 我都想看看 他临走的时候 会拿什么东西 你的意思是说 他带走的东西 最可以 最先拿 和最后拿的 都可以 我们还要跟踪呢 查到他们的领络人 你们已经知道他有问题了 为什么还让我审他 他一定得受一些皮肉之苦 只有受了皮肉之苦以后 他才会觉得安全 只有觉得安全才会放松警惕 于处长 你说是不是呢 真让 这是个好办法 特派员 您夸奖了 把人带上来 经过调查 你现在是清白的 你可以回去了 那是你的东西 你把它带走吧 咱俩 叶连长 这是个误会 回头我会附军请罪吧 特派员 您严重 很景叶连长 回到部队 千万不要提及这里的事情 尤其是跟我大哥 说什么搜不到的地方 看看 这里哪样东西是你的 好 咱俩 好 对 不是 他好了 别拿错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的那些东西 你都检查过了吗 初遥 你有吗 人不是混蛋 老鹰 去跟上他 他现在一定会联系同道 我们要一网打击 来 开始复诊 那你们忙吧 于助长 你要不要陪着我呀 我去看你 你应该是什么 我去看你 你去看你 你去看你 你怎么来了 我在试想问你 你抓的那些人怎么样了 二十四小时快到了 别怪我没提醒你 不用你提醒 二十四小时我自会放人 好 那我在这儿等 林秘书 作为徐主席的私人秘书 你好像不应该这么做吧 那作为张云林的二弟 你这么随随便为他抓人 也不合适吧 这是我跟我大哥之间的事 不用你插手 你错了 这不是你们俩之间的私事 反正还有几个小时就到了 如果人们问题的话 就请你放人吧 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散愿者 李宗盛 我有话跟你说 说吧 这说话不方便 开车了吗 作战 咱们 在程中 要 你 你 于昌梅他们准备 对我大哥部队的一个 叫叶祥的连长下手 我不想我大哥的人 死在我这儿 造成义吕和南京方面的误会 别往后看 有人跟随 我现在已经违规了 如果你不想我 被他们抓到八倍的话 你就帮我 那我 我怎么帮你 一会儿到了前面的街道 你就加速 我跳车之后 你直接回家 等不到我去见你 你不许出来 你不许出来 我爹 你不许出来 好 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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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cro 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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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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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